各位朋友大家好 主内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大家好 这里是浩然信仰人生频道 我叫王浩然 王牧师 那么我现在跟大家听讲的是 这个圣经到底是讲的什么 已经讲到了 讲的39讲 那么呢 我简要介绍一下 我为什么做这个节目 做这个视频 我们知道圣经是一本非常非常重要的书 它影响甚远 它可以说是西方 基督教 是基督教文明 是西方文明的根基 那么这个圣经是基督教的这个教义 那么这个圣经 它是犹太人 神启示的选民 犹太人 按照他们的历史 然后还有他们一些先知 把整个的这些智慧 这个真理呢 写下来 它圣经呢 到现在为止 也有快两千年的 连续两千年的 那么呢 圣经的博大精深 这个应用十分广泛 翻译成两千多种文字 那是圣经的跨越历史 跨越地理 跨越文化 真正把握圣经 而且呢 这个把它应用到我们现代人 那么和我们的子嗣后代身上 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所以呢 我一直在祷告神 神都启发我 圣灵感动 要我呢 根据我自己的这个经历和体会 那么我因为我在日本完成的博士学会 医学哲学博士 然后在北京大学做过三年的副教授 说我联络导师 还有在多伦多大学做了十几年啊 后来也读了神学 我想呢 神装备我 他一定要使用我 那么呢 我也特别是希望有感动感召 就是说在这个圣经的真理 这个传播福音 把这个圣经的作为一个社会学 应用到我们整个社会当中 这是我一个呼召嘛 所以呢 我就想呢 做出一个 先做出一个视频来 然后呢 做出这个 这个可以呢 进行这个 把它这个缩减 成为小册子啊 然后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 可以阅读啊 然后呢 现在是一个中文讲 以后呢 可以这个搞成这个英文和这个日文 好不好 那么请你也为我祷告 好 那么今天呢 我就把这个开始讲第四十讲 OK 这上面一讲呢 讲的是这个人应该全心全意的爱神 嗯 那么呢 在在前面呢 第三十把讲的讲上讲的是人生的终极目的 是在于荣耀神 啊 这圣经讲的 在这以前呢 那么呢 我也曾经讲了 比如说第一讲啊 讲这个树立有神和神 神造世界的世界观 这是圣经讲的 那么还有呢 我们要理解这个神 天赋人权 就是神赋人权 这个道理啊 OK 那么我们要理解家庭人的本性的人的罪性啊 那么啊 话不多说啊 那么我们现在呢 就是啊 从进入正题 OK 那么呢 第四十讲 什么呢 叫爱人如己 对不对 爱人如己 我们人和圣经呢 它主要是 主线是讲的神 讲的神 那么一直就是神 它是神学啊 OK 那么神学呢 它毕竟 它一定要和人挂上钩 OK 如果单纯讲神那时候 它就这个孤单了啊 它就 没有这个相互作用呢 你可以说啊 就像一个杠杆一样 是吧 一边是 是神 一边是人 对吧 那么光有神 那趴得下去了 对不对 那不能达到一个平衡啊 对不对 那么场上那个作用 对不对 那么 人是依靠神 那神是引领人 对不对 那么 然后就走一个义路 对吧 走正路 走正路 对不对 那么 神是我们荣耀的对象 但是人啊 是我们关注的对象 有个人对象 那么 在这个圣经里呢 有几种关系 第一种关系 最高层面的关系 我们的神是一位神 独一的真神 可是这个一位的真神呢 有三个位格 也就是三个 可以说是三个不同的人格的 这个神的位格 这个位格呢 叫圣父 圣子 圣灵 对不对 那么这个圣父 圣子 圣灵 这个关系 是很微妙的 今天呢 圣经到底讲什么 我这篇不太想说 在这个神学方面 有领域 那么呢 在这个下面的关系 那就是讲的神与人的关系 神与人的关系 那么神与人的关系 要人 神 创 那他自己的形象 来创造人 神首先爱人 神爱世人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独生子 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仰的不知命 往法断有声 那么这个人呢 要尽心尽心的去爱神 那么在这个人的层面 在这个人的层面 那人跟人之间 应该什么样的关系 那么他这个关系呢 不是平常来的 不冷不热 也不是说 跟他有什么关系 无关解药 那么圣经教导 那么是什么的 我们要爱人如己 Love your neighbor as yourself 圣经里常常用这个爱 来表示 这个各种事情之间的关系 用这个爱 因为这个爱呢 非常真挚 爱它是一种 非常珍贵的感情 这个爱呢 是一个 我们人体体验的时候 一种特殊的 一种关系 这个关系呢 它可以 可以说高于其他的 可以包容其他的 如果有这个爱 有这个爱的时候 那么有了爱以后 就可以牺牲 有这个爱的时候 就可以给予 对不对 有这个爱的时候 就可以帮助 就像你这个 你谈恋爱了 然后呢 这个女孩子呢 你可能过去不认识她 但突然你爱上她了 人家就觉得 哎呀给你买的礼物 给她好 对不对 然后你有困难了 我愿意帮助你 那我这个 有什么东西 愿意跟你分享 是吧 对不对 你不要愿意给你呢 是吧 那么这个呢 这个圣经里啊 他教导我们说呢 你对待别人 是吧 你不让 你这个 你这个 爱别人的 爱别人啊 就像你爱你自己一样 嗯 我们每一个人 就是这个 从小生下来 是吧 首先是这个 可能天生的 为了生存的原因 在我们的骨子里 在内在里 是吧 我们就喜欢爱自己 自己吃的 然后自己用的 然后自己的形象 是吧 然后自己的未来 是吧 还有说这个 各种方面 反正是这个 这个对自己 是吧 是比较爱的 我也挺爱自己的 所以我就 平常在吃饭上 也是很讲究的 是吧 然后我再苦一点 我也去运动 是吧 然后呢 这个也为了 这个比如说 寿命长 对不对 所以这个 这个就 各方面的 比较讲究了 是吧 然后活得 也比较有尊严 是不是 人家在这方面的 要保护自己的安全 是吧 这是这样的 那么呢 现在什么呢 你现在呢 圣经里教导什么呢 他这个 讲的一个道理 那你这种 这么爱自己 你这么对自己好 那么你对周围的人 对你邻居 是吧 你要爱他们 就像爱你自己一样 我们下面 先看一下经文 为什么圣经是这么讲的 他怎么说的 那么在这个 圣经讲这个 爱人如己的时候 最早的时候 出现在这个 立位记里面 那个立位记啊 是这个圣经啊 看到了吗 这么厚啊 这个中英双语的 那中英双语呢 前面这个 有三十九卷书 三十九卷书呢 是这个 三十九卷书 是旧约 叫Old Testament 后面二十七卷 叫新约 加在一起是六六 这是六六大顺 对不对 好记啊 六大顺 那么在这个立位记里面 在这个圣经的 前面的三十九卷书里面 还有前面的五卷书 OK 这五卷书叫摩西五经 那摩西五经里面 有一卷书 这个就叫立位记 立位记 什么是立位记啊 OK 我这个立位啊 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啊 OK 但是这个立位呢 他是立位人 因为这个犹太人啊 他有十二个租 OK 那十二个租里面 有一个租呢 是专门管这个 祭司方面的 OK 是神简选的 是专门负责这个呢 因为犹太人崇拜神嘛 然后做过这个敬虔的生活 敬拜神的生活 那么这个呢 就是立位人啊 他这个立位人 专门讲的这个 这个宗教规则 那么在这个宗教规则里面呢 这个立位记里面 他这个第十九章 第十八节 我给大家读一下啊 你可以看记一下啊 这是怎么说 他说不可报仇 OK 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 OK 但是什么呢 却要爱人如己 我是耶和华 最早的是 在立位记里记载 这是非常重要的 也是立位记里面 他的金句啊 金句 那么我为什么说 圣经到底是讲的什么 那你得拿着那个最核心的 最根本的 大家公认的 有普遍意义的 才能代表 这个圣经到底讲的什么 那么在这个圣经 最核心的律法书里面 有五卷书 揭入一卷 他的金句 金节 就是说 你要爱人如己 因为我是耶和华 我是你们的神 我就这么吩咐你呢 OK 他这句话就很有代表性 你很有代表性 他这个 他就有一个 他说 不可报仇 也不可以埋怨你本国的子民 他爱的反面是什么呢 是恨的 是仇恨的 是报仇啊 OK 他说告诉你 他是不可以的 OK 那么在这个立位记里 这个爱人如己 然后呢 他又过渡到新约 那么在新约里面 这个就是在耶稣 有人 法利赛人啊 这些 这些这个 这些人 在考验这个耶稣的时候 你不是教 你不是导师吗 OK 你不是先知吗 OK 那么是吧 那么你到底你对我们的律法 有什么理解啊 OK 你说的话很有权威性的 所以呢 我们讲 圣经到底是讲的什么 他就叫找这个 最有权威性的人来说话 那么在旧约的时候 神是通过先知来说话 那么到了这个新约的时候 神是通过他儿子跟我们说话 谁是他儿子啊 圣父 圣子 圣灵 圣子就是他的儿子 那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 我们平常说的这个圣诞节 要降失了这个耶稣 OK 他怎么说的 他说 那他给他很好的回答 他说 你们要进行 在这个马可福音第十二章 第三十到三十一节 也是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 OK 他的经历非常相似的 你要进行进行进义 爱给你的神 对不对 但是其次也想法 其次就是 就是说要爱人如己 没有这两条 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 什么更大的 最重要 核心 对不对 这个最高的 把握住这两条以后 你就把握不住其他的 但是你把握不住这两条 你琐碎的 一大碎 你到底 他们也到底想怎么做 你也把握不住 OK 所以呢 圣经里讲的这个爱人如己 那就表达了这个道理 他讲一个故事 OK 那么在这个耶稣 他这个 别人问他的时候 讲这个爱人如己的道理 他就讲了一个 讲了一个 就是当时 在这个巴勒斯坦那个地方 就是巴勒斯坦那个地方 那么 有一次 有一个人 他路过一个地方 路过一个地方的时候 碰见了不同的人 有的人 就说 就告诉他 有一个受了伤的 被这个强盗抢了 抢了以后 他受了伤 受伤了以后 那么 他就受了伤 那么 有一个路人路过来 他就把这个受伤的人 让他骑上自己的驴 他给他拉着驴 把他放到一个驴店里 然后把这个受了伤的 这个被抢劫的人 安置好 那么这个 这个 就这个 被抢到抢的人呢 他就是 爱这个 无相识的人 就像爱他 爱自己一样 那么我们在这个 现实生活中 那么在 我在多伦多的时候 也遇到一位 这个情况 OK 在北约克的地方 有一个 阿姨吧 OK 他是一位基督徒 他的邻居是得了癌症的 但是家里没人照顾 那么他就主动的 有个几年时间 一直在照顾他 买药 买吃的 做饭的 OK 那一直到最后的时候 这位邻居 然后信了主 受了洗 最后因为癌症吧 过世了 OK 那么这位姊妹 他也行出了 爱人如己的道理 那么 神要求我们 OK 那么在圣经里教导我们 我们不能把别人 当成路人 莫不关心 对 那么我们也不应该 因为过去一件事情 老是仇恨他 对不对 报仇 OK 而应该教导我们什么呢 这个 原恕他 原谅他 然后呢 爱他 就像爱自己一样 OK 当我们这个社会 人人都有这种思想 有这种觉悟 去做事情的时候 OK 那么我们这个社会 很多事情 靠法律不能解决的 我们解决了 OK 那么靠着政府 不能解决的事情 我们可以解决了 OK 反而 如果没有这种思想 那么 依靠 政府也好 依靠法律也好 依靠平常我们人的说教也好 都不能解决 是这样的 爱人如己 爱这个 它可以改变我们的人性 改变我们的观念 是吧 让我们 做一个 爱人如己的人 是吧 让我们做一个 爱邻居如自己的人 从你自己的家人做起 对吧 从你的邻居做起 从你的亲人做起 从你的教会的主内弟兄姊妹做起 从你的图居当中做起 那么 那么 这个 尽力去做 那么把神的话语行出来 这就是圣经 叫到底 让我们讲的是什么 好不好 OK 我希望你 喜欢今天的这个视频 然后呢 转发点赞 分享给其他人 而且呢 这个 我们本频道呢 也是刚刚不久 这个 把那个右下角 那个英文的 subscribe一点 就可以订阅上这个频道 然后 让这个 让这个频道 成长 然后让福音广传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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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